大家来看一下 那今天这个刚刚各位做的那个问卷部分 我大概看了一下 大部分同学63%都不清楚 所以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eSale你们可能应该连就是用都还是一个问题 不太熟悉 不过我是建议啦 以后因为身边最好用来处理数据最简单的工具 就eSale 那基本上呢 所有电脑都会eSale OK 应该如果这台电脑没有装eSale 那这台电脑可能就不能称为电脑了吧 因为没办法用了 OK 也就是理论上 你们在未来遇到最好用的工具当然是 那除此之外 当然你还可以用其他工具 像Python 现在很慌 可是你Python有个问题 就是你所有东西都要写程式 你要用程式来解决 那但是eSale有个好处 你也可以写程式 但是你也可以退而求 用滑鼠键盘 也可以完成事情 所以其实eSale它的range 其实相对的比较大一点 它友善程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但是Python的话 它的优点 就是它程式部分 当然是相对的 可能还是会比eSale来的稍微 也许可以说强大 它的扩充的外挂 可能相对比较多 所以 这是当然是可以的 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 应该是互相协同应用的关联性 所以尽可能的 如果你会用的工具越多的话 你的选择性越高 就像说你今天要 比如说你现在从这边要到高雄好了 有没有 那你有很多选择吗 然后你可以搭 最贵的搭个机轮车 应该没有人这样做 可是你可以怎么样 先选择什么 捷运再转高铁 有没有 再到那边再转高铁 当然你也可以骑U-by 有没有 U-by也可以骑 那如果你为了省钱的话 你可以搭台铁 对 区间 那当然你有遇上考量 那如果你没有遇上考量的话 你可以搭其他 这都工具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达到目的地 OK 同样的道理 你用的工具都一样 所以你现在想说 那我干嘛学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似的功能 只是它的应用的属性不太一样 那以Sale的好处就是说 它已经是出来已经三十几年的 这个工具说真的老掉牙 而且说真的它也非常的成熟 没什么太大问题 而且画面的上面其实都很清楚 所以你们可以打开Sale 里面大家应该 该找的功能应该找得到 那比较有兴趣的 这么来看一下 再来就是说 比较有兴趣的 大家同学最多的是对那个什么 那个视觉化的图报表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视觉化图报表部分 可能还是要先对于Sale的 基本了解 你才有办法延伸 它有一点是稍微进阶的相关应用 那还有同学比较有关心的 像是函数 跟制定函数 那其实我们第一个单元 前面讲的比较多的 大部分还是主要是在了解函数好了 OK 那所以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程度 可能也许会稍微讲慢一点 不过可能也不太 因为时间还是有限制 所以我会在有时间限制的前提下 我会稍微加快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怕听不太 一下听不懂的话 我会把它录影下来 那课后的话 我会把它放在Moodle上面 上传到我的YouTube 上传到YouTube 然后会贴一个连结 所以假如说你程度 假设你怕说跟不上的同学 没关系你先上课先听 如果有些细节不太了解的话 请你再花一点时间回头再看过 OK 其实说真的也没什么太困难 反正听懂 大概就是也许比较聪明的 听意思就懂 但是如果没那么聪明的话 或者说基础没那么好的 也许你可以多听个几遍 OK 至少应该都可以得到你要的答案 OK 再来的话 云端 我刚刚讲云端上面有答案 也有程式 都可以参考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这些 爬虫 那当然 再来因为我们要跟上时代脚步 因为现在还蛮夯的爬虫 所以也许在其中之后 我们就会再加入爬虫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你们要有点心理准备 那个爬虫相对的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大家也不是完全不能了解 那大家的好处是 将来这些东西的话 什么声音啊 好像有个人家又进来了 然后他在开股空地 所以他现在是 我们要保住这个人 他该不会不在教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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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完全是都是入门等级 所以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 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基础 所以之后的话听得很辛苦 这是必然的 OK 可是我建议各位也不要放弃 反正你就先听懂为原则 那该补充的东西 该有的录影 我都会提供给大家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学不会 但是必须要有个决心 就是你必须要花时间 这是必然的 OK 然后呢 这些东西呢 对于你的未来绝对有正向的帮助 除非说你不想要走入社会 不想要走入企业 如果你假设你毕业之后就要嫁人的话 应该没有这种人 OK 嫁人生小孩 现在没有这种年代 以前那个年代 你爸妈那年代 或许还有 但现在应该没有了 所以呢 这项技能的话 当然绝对是有必要性的 这怎么办呢 还是要把它学好 那待会介绍一下我自己 其实为什么学校会找到我来上这个课 其实有一个特殊原因 因为呢 我也 我本身的 第一个 我本身的本科系也不是资讯 而且我也是 像你们的学长 而且我毕业的科系 还蛮特别的 等一下再说一下 那第一个 来说一下 第二个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那个 这期课程 一些相关要点 说一下 不见了 在哪 在 怎么会好像 何必去了 原来 所以他可能乱枪打鸟 结果加到我们这一班的 他好像有不同的网域 好像有这一班跟那一班 结果同学还在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基本上 因为城市像这种技术 我觉得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要花时间 但是呢 我觉得除了花时间之外 还是要有效率的学习 因为这个领域的东西实在太大了 而且甚至你们将来去坊间的书籍 去看 你会发现 每一本书 虽然题目也许都是 Excel函数VBA 但是写的内容 写的方向 写的角度 完全不一样 甚至讲同样的东西 不同的人讲 结果居然完全不一样 原来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主要原因 当然因为这是设计一类的课程 它相对的 你可以从你自己的逻辑 去想答案 这都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希望 我将来会提供给你一个参考的答案 但是你也可以去想 有没有别的更好的答案 有没有关系 你可以去做一点变化 最重要就是说解决问题 如果你现在生活太单纯 没有打工的话 或许你可以问一下你父母亲 那一辈 他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话 他有绝对非常多的东西 可以让你去练习 像我上学期还蛮妙的 有个同学 我就跟他 我就讲这个 他真的回去跟他爸爸聊天 然后把我们上课东西 告诉他爸爸 反而他爸爸对这个课的内容 非常有趣趣 所以他爸爸反而比他更认真 那他们父子之间 本来是不讲话的 没什么话题 因为这个东西之后 他们变成共通话题 就变成很好的朋友了 他们以后聊天都要聊城市 聊解决问题 一个是很有很多东西要做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一个是很会做 但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两个跟他一拍即合 OK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但我建议如果 像如果有要毕业同学 现在好像有 不知道学校有没有办企业实习 好像还有学分的 好像别的学校有那种企业实习 我建议你们有机会 也可以到企业去实习看看 然后再决定 你将来要往哪个方向去 我觉得会比较保险 你不要说 你现在用自己的想法 像说我未来要干嘛 那都是太抽象的 因为你没有进入到职场 你根本不知道 那个职场多么的险恶 也不是险恶 多么的 就是跟你想的也许不一样 OK 所以到底你未来要从哪个方向 我是建议最好是找你真的有兴趣的 OK 因为说实在 如果你可以把你有兴趣的 跟你工作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 你会上班其实是用享受 像我刚开始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程式 就是软体程式设计师 那时候其实我还蛮喜欢写程式的 刚好我进到职场之后 我每天都写程式 都是我喜欢的事情 那每个月有很多薪水可以领 我觉得这老板太好了 而且老板也给我很大的弹性 然后给我很多的鼓励 我觉得现在太棒了 为什么 所以假如说你可以 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事情 然后你充分去发挥 你会觉得你每天上班都会很享受 而不会想说礼拜一要上班了 好累哦 对不对 不会 就像我来上这个课一样 我的心情其实是蛮愉快的 但是我说真的 程式真的非常难教 OK 但是呢 因为我自己喜欢 所以我愿意 尽可能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各位 那课程大概是这样的内容 那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 OK 你Google找乌老师的话 之前排第一 现在好像排第二 被挤下来 为什么被挤下来 第一名的好像是教麻将的 没办法 教麻将的比较厉害 打麻将的比较多一点吧 OK 那第二个好像是我的部落 我的教学部落格 第三个也是我的那个 Youtube频道 OK 然后呢 我的Youtube频道订阅人数 现在应该 现在三万三吧 其实不止了 我现在三万七了 进步的其实有点慢 为什么 因为其实里面都是上课的影片而已 那我有 上课影片能够有三万多人订阅 我觉得也是 不算太少 其实里面其实 就是也没有其他搞掉的内容 OK 也没有 我也没有把我自己露 我自己脸 OK 所以 没有冲高那个订阅人数 不过三万多人 我觉得也算 不算少数 那 我 的 之前的经验 曾经有创业过 担任过那个 资金长工作五年 并且 也得到那个 就是 经济部的一个奖项 叫做 杰出创业凯模 为什么 因为可以 把公司由不赚钱 变成赚钱 那 步上轨道 其实我觉得就不太容易了 OK 然后 目前的话 在各大学 推广部 教 城市设计相关课程 OK 其实慢慢的话 我希望把我自己之前的经验 可以做一些分享 OK 然后呢 也在 各大单位或者企业 做一些内训的部分 那之前也曾经担任过一些像统一证券 全球人数 中国人数 等等的一些 授权公司 他们邀请我到他们的 这个 他们公司里面 去帮他们 讲 这个 课程内容 但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们现在上课的内容 这些学校为什么会找我来上这个课 我觉得 也许 他希望能够把企业的一些 观念 能够引导到学校 让大家能够在毕业之前 能够预先了解 并且预先做准备 好 大概是这样 这个是我一些简介 那也拿到一些奖项 然后 这也拿到那个 二郎教师 那另外的话 我的证照也三年几张 那最近拿的是像 比如说POW BI 像T2C的Python Python的话 有那个网页截取分析 就爬虫 然后还有那个Python 3的那个程式设计 那其他的话 各类 其实举凡是电脑相关的领域 其实我都有涉猎 而且也都有教授的经验 但是目前的话 主要还是教程式设计为主 OK 因为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领域的东西 因为我后来发现 要能够把程式教得好 是真的非常困难 所有电脑类的东西 其实程式是最难教的 这个不重要 另外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 如果要把这个科目学好 可能相关的参考书目 可能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贴到第一本 我比较推荐就是说 还是要实作 因为像以色尔说真的不是用讲理论的 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了 那怎么样会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以色尔里面的函数先搞懂 那里面的话当然以色尔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函数 所以根据官方说法 250几个 数量还会再增加 OK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以色尔彻底了解 你这一件事 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到底以色尔里面的函数怎么用 因为它几个函数就是代表一个解决方案 也就是你看这个解决方案 你就会知道该怎么针对问题 给一个答案 像刚刚我们那个什么 文字以色尔的函数 第一道题 要把三个栏位的资料串在一起 变成一个标准的手机号码格式的话 那需要哪些函数最简单 所以第一步 没什么问题 当然你可以想想看 里面当然我上面有一些奇事 比如说你可以用REPG加LEN REPG REPG函数到底做什么 LEN到底做什么 OK 那其他还有其他函数可以做到 不是说只有这些函数 你可以用其他函数都没关系 重点就是说 你如何去活用函数 来解决问题 OK 那最聪明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找一个 它的这个什么 公式最简短的一个函数 大概是最好的 你千万不要找那个很复杂的 解决 它问题一样解决 它问题是太复杂了吧 OK 所以这一本书的话 它其实就是什么 468招 意思就是说它有468个范例 里面的话就是 在怎么解决 每个函数的问题上面 它有做一些编辑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写程式 因为呢 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用Excel函数的话 可以解决简单的问题 但是复杂的问题 还是建议用VBA的部分 可是VBA的话 需要写一点程式 所以各位要一点点准备 当然我正学棋课的 不会讲太多 这个程式的过深的理论 我会讲你们需要的部分 当然不是说 其他没讲到的就不重要 跟各位不是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 不要增加各位脑容量的负担 所以尽可能的讲 是你们最需要的 至于你目前还不需要的东西 可能我暂时会先hold住 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 书上都有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东西 你即便看完看懂了 但是这辈子也用不到 如果是这样 你根本不要学 真的 书上有很多东西 尤其是 这种工具类的书籍 真的 这辈子用不到 这辈子用不到你干嘛学 所以我发现 很多像我的习惯是 不用了先剔除 所以学程式还有一个特点 删去法 不用了不要 通通丢掉 最后的话留下最惊讶就好了 OK 所以我这期课程会跟各位讲 程式你需要学哪些 至于你暂时不需要的 也许等到你有哪一天 你程度提高了 没有你在这家看书就好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当然除了VBA的基本语法之外 还有进阶的 跟资料库做串联的 其实当然很多 这些东西的话 当然也会慢慢不断出现 不过跟各位讲 充其量它真的就解决 工作上的问题而已 但是 这种东西其实是这样 如果你没办法解决 你当然就会陷入一种 无穷的恶性循环 不断加班 像你会发现 甚至你们可以问一下 你们的长辈 哥哥姐姐吧 已经进入社会的 你大概找个时间 跟他聊聊看 到底这些技能 对他来说重不重要 他会给你很多的讯息 你再来学习这个课程 你会发现 你会比较有方向感 真的 因为这东西其实真的是 在很彻底的 关键的时刻 真的就可以让人家上班 很快速的解决问题 会很快做完 不用加班 不会 就是不断加班 对不对 那当然你想要哪一个 做完的人 每天都很惬意的 跟同事聊天 慢慢来 事情都要做完了 不会的人 就是不断的 做土法练钢的事情 OK 这个其实还蛮明显的 因为我以前教过学生 很多都这样子 原来不会 每天都累个半死 他一直加班 然后会了之后的话 其实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好 那再来的话 其实学校为什么会规划 这些相关课程 其实主要原因也是要跟 现在跟未来做衔接 因为现在新科技 大概会有新的机会 新的机会代表是 有新的 新的职称 新的位置 那这些位置的话 其实你可能老一辈的 也没办法跟你抢 因为他也不懂 就像城市 现在职场上很多 老一辈的资深员工 他自己也不懂城市 他根本也没办法跟你抢位置 所以你就不会在那种 怎么讲 以前那种传统观念底下 金字塔底端 你要先从底端往上爬 不用了 其实我觉得会一些新的科技 有个好处 就是你上面没有所谓的老人 没有老人的话 你就不会被压迫 OK 就像我刚 说社会 第一份工作 那个城市的工作很妙 我大概工作三个月之后 我发现我已经是资深员工了 三个月 他说三个月怎么变成 因为我那个部门是全新的 因为我比他们还早进来 所以我们这个team里面 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老人 全部都很年轻 平均年龄大概二十几岁吧 所以呢 那个上班的气氛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因为没有那种勾心斗角 也没有那种耳于我葬 有没有 只有互相协同 那感觉气氛其实还蛮好的 所以即便我现在 这个已经离开那个公司 我们现在还有联络 而且感觉好像 以前的同事跟同学一样 感情其实还蛮好的 那有一些新的趋势 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 包含就要想 A的话是AI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东西 那B的话是Big Data 大数据 那我一直提到 其实大数据 充斥在我们身边 因为所有装置都会产生Data 那Big Data 当然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当然一定是资料量大 这无庸置疑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变化的速度非常快 也就是产生很快 所以所有装置其实都会变资料 甚至以后的家电 现在连冷气上面 其实都可以做行动装置 做装置跟手机可以串接 然后呢 它的形态非常多元 可以是文字数字 甚至是多媒体 那它有云端 再来就是一些辨识 人脸辨识 电动车 那数位金融这个比较 应该大家都熟悉了 现在好像很多银行 现在都走这个 什么的电子银行 有没有 像最近有几家新创 像乐天银行 像Lightband 有没有 等等的 其实都是走这种数位的 那这个数位相对的 也就是说 它象征的 你们将来都要 需要具备有相关的程式能力 它虚拟 虚拟上面能做什么 总不可能你每天 都用土法链钢完成事情 那基本上 我们这一集课程 我大概函数VBA 大概规划五个单元 不过五个单元其实还蛮多 我可能会挑几个重点 所以呢 今天会先讲第一个 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先帮我开启 那个第一个论语题 那我希望就是 以那个问题导向 反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OK 那其中的话呢 当然我们在其中以前 大概主要会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学习Excel里面的函数 所以你回去的话 如果假设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翻越相关的 Excel相关函数 或者是你 Google一下也可以啦 Google上面 其实也会列出很多 比如Excel函数 或者是找YouTube上面的 那个教学影片 因为YouTube网 好像很多网络老师 也会教那个函数 第二个重点就是 入字聚集 就是聚集部分 第三个重点就是VBA 那我们总共三个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呢 把那个 刚刚讲到的这个 列几题打开 然后思考一下 比如说呢 我希望把这个09 有没有 这边的话当然 不是叫你用土法列刚刚打的 0911 1-084 1-007 那这个动作的话 是用人工的方式 可是如果用这种方式 来做的话 那假设几万个 哇天哪 你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某电信公司 他们内部训练的题目 那他就说 这个东西 如果客服人员 不会做的话 他根本连上班的机会 都没有了 所以你可想而知 从最低阶到最低高 都会用到这些东西 那想想看 那提示一下 第一个可以用end的符号 end的话是文字跟文字的串接 这个的话用rept rept是什么 其实简单讲讲 就repeat的缩写 repeat是重复 repeat是什么 0 意思就是补几个0的意思 怎么知道要补几个0 用len len就是lex 就是长度的意思 也就算一下 不知道这个储存格 里面到底有几个 几个 比如说我要补几个0 那相对的 里面一定要几个 里面一定要有三个 三个字 所以我用三去减 三减掉这里面有几个字的话 可以吗 三减掉两个字 那就是补一个0 那这里面有几个字 所以一个字 所以三减掉一个字 那等于2 就是补两个0的意思 那我可以怎么 用end 加上rept 加le 那就可以把这个公式完成 完成之后呢 那向下填满 那这件事情就搞定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当然你如果对REP不熟的话 你可以切到前面 这边有个练习 重复几颗星 REPT 答案的话云端上有 所以请各位 也许可以先试着做做看 的